很多人都会觉得小乔这英雄前期很弱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小乔前期也是可以直接带着队友去打出节奏来的 这一局我们中路对线的是莫子 那么开局的兵线是肯定可以拿得到的 清掉兵线之后我们直接去抓对抗路 虽然说对面的大乔是在入行我方野区 但是我们没必要过去 让项羽过去就行了 因为他的一技能是可以直接把buff推出去的 下路一个木栏 我们看好他的位置 直接闪现上去 把他吹起来 然后一技能打他 就算他交的闪现逃跑 我们两发平A也是可以直接给他抬走的 这个时候对面的莫子就支援下来了 不过我们不用慌 这里我们二技能给他吹起来之后 能接一发平A就一定要去接 来 让他玩 等一下 抓完下路之后 我们就得回到中路来处理兵线去了 先把塔后的血包给吃了 这一波项羽这个顶顶的是真的好 我就喜欢这种可以控的对面 生不如死的辅助 动都动不了 直接配合防御塔给他秒掉 把莫子秒掉之后 我们继续上来清兵 但是要注意 不知道李白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一直和项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就算李白直接从中路上来出了我 我还可以第一时间去接一下他 这才刚刚好到两分钟 我们就已经在下路还有中路打出的优势 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肯定要放到上路了 抢掉兵线之后我们直接去帮我们的射手 记得这里从槽里走 不要让对面第一时间看到我们 往后拉一下 上路这个塔队友是可以推的 我们就不要过去浪费时间了 直接去中路抢线之后 然后去抓下路 这一波要小心的就是莫子的大招 还有木兰的一闪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木兰有没有闪现 所以我往后拉了一下 然后再回去把它给秒掉 在对面想要往边转的时候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来到野区 卡着对面想要往边转的位置 然后打发一个出奇不易 这一下子对面掉了两个人 对面的中塔是肯定要掉的 这才8分钟不到 我们就已经准备上对面的高地了 这一波我还是想着直接从野区 卡着对面想要往中转的位置 但我这一波刚闪现上去 然后莫子就刚刚好放了一技能 伤害还差一点点 但还好一个大招也是把李白给秒掉了 这一波我方的状态没有很好 就想试着看看能不能把对面给一波掉 这一波我们要小心的是 对面李白是肯定会涂上来的 然后我在旁边需要机会等着莫子 站位靠前的时候 我直接开他上去给他秒掉 虽然说对面现在是掉了一个人 但是我们也只寻求稳健 因为状态不好 只是推掉了敌方下落的高地之后我们就走了 八分半 我们就已经领先了对面 差不多一万一的经济 这都是前期我一波打出来的节奏 所以我看谁还说小桥前期不能打出节奏来 准备一波掉对面了 先带你们感受一下我现在的伤害 这个鱼姬是出了一个小魔女 还有抵抗学的一技能直接给他打盘 他这一波状态不好 那肯定要回泉水 那对面就少一个人 我们就可以直接闪现上去开 秒掉对面的大桥 秒掉大桥之后 我还实陈日木被动 我一个一技能 对面基本全部残血 最后也是成功的一波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拜拜 拜拜